美国FDA10月20日下午宣布 批准莫德纳和强生两种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其中莫德纳加强针针对老年人等特殊人群 同时FDA还批准了混合和匹配疫苗 目前有资格接种加强针的民众 可以接种与最初品种不同的疫苗 FDA咨询委员会建议 老年人和高危成年人在两针莫德纳疫苗注射完成后 6个月接种加强针 同时所有18岁及以上的人在接种强生疫苗 至少两个月后可接种强生加强针 拜登政府主张在成年人中广泛使用加强剂 以帮助减少病毒的传播 因为寒冷的天气开始到来 人们会进入到室内 而美国许多地区的医院因新冠病毒和人员短缺而负担过重 CDC及其疫苗咨询委员会已经安排在周四召开会议 讨论莫德纳和强生的加强针数据 美联储10月21日宣布禁止政策制定者及高级官员持有个股 并限制其他交易活动以回应此前炒股风波引发的巨大争议 该禁令适用于美联储的高级决策者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以及高级职员 这些官员们未来的投资将仅限于共同基金等多元化投资工具 根据新规美联储官员不能再持有特定公司的股票 也不能投资于个别债券持有机构证券或衍生品合约 新规定取代了现有规定 后者虽然有一些限制但仍允许官员买卖股票 官员们在买卖仍被允许的证券之前必须提出45天发出通知 他们还被要求持有这些证券至少一年 并且在金融市场压力加剧期间不能买卖基金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一份10月份的文件显示 在过去一年内超过170万人非法越过美墨边境被逮捕 该数字创历史新高 约为2012至2020年平均被捕人数的三倍 其中墨西哥人在被捕人数中占比最大超过60.8万 其次是宏都拉斯人30.9万 威地马拉人27.9万和萨尔巴多人9.6万 有些非法移民被逮捕两次甚至多次 被驱逐后再次入境 CBP数据显示 61%的非法移民是因为健康原因遭到驱逐的 但最近几个月 多次非法入境的人数占比超过25% 这一数字是前几年的两倍 10月20日美国CDC表示 从墨西哥Chihuahua进口并在美国销售的一批洋葱 与沙门市军爆发有关 这批新鲜的整个红白和黄洋葱 是由ProSource公司在8月底的最近一次进口过程中 分销出来的 进口洋葱可以保存长达三个月 并且目前可能仍然存在于家庭和商铺中 CDC建议商户们停止销售 并对这些洋葱可能接触过的任何表面进行清洗和消毒 同时CDC也敦促消费者扔掉符合上述描述的洋葱 并用热肥皂水或洗碗机清洗所有接触过这些洋葱的表面和容器 CDC表示截至本周三在美国的37个州有650多例患病和近130人住院 与此次沙门市军爆发有关 近期中国煤炭价格快速上涨 不仅大幅推高下游行业生产成本 也对冬季电力等能源供应保障和群众温暖过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为加强煤炭市场价格监管研究对煤炭价格进行干预的具体措施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迅速组织各地发展改革委 重点煤炭生产企业 贸易企业和用煤企业开展煤炭生产流通成本和价格专项调查 详细了解煤炭生产企业成本情况销售价格 贸易企业煤炭购进和销售价格 煤炭流通费用用煤企业采购价格等相关情况